台湾小百科 台湾人台湾事尽在台湾小百科 大家好我是陈慧芳 《黄昆的故乡》这首歌曲是许多海外游子喜欢传唱的新曲 为什么这首歌曲能够如此深刻的打动海外游子的心呢 台湾文史专家钟永明老师告诉您 首先我对这条歌曲我要做一个说明 其实这条歌曲的旋律是所谓的日本歌谣的一个曲调 然后由台湾的一位歌星文夏他把它填词 那这个天词等于是这首歌的一个译词 那因为这个歌是描写很多人对故乡的一种怀疑 有一种憧憬 所以这个歌的歌词本身会打动很多人的心 那这条歌其实我们如果去考察这条歌 就是在当年留在台湾人心目中的故事的一个背景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理想背景的一个台湾人 他们在集会的时候经常会唱这么一首歌来对他们的一个故乡的一个怀念 其实这个歌其实我们有很多探讨的空间 因为这个歌是在5000年代的时候开始申请 那我们也晓得5000年代那时候的台湾的经济是一个所谓的在求进步的 就是说从案定中在求进步的一个经济形态的一个背景 那我们也晓得当年台湾在从农业型的一个经济转到 一个轻工业加工型的一个经济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现象一定会出现的 就是说它要靠着很多的所谓的一个反貌品牌的东西 在世界的一个市场上去求它的一个竞争上的一个敌位 那这样的从经济面再去看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蛮诡异的 因为这首歌是它是借用的一个日本的一个起调 然后让它升职于台湾人的一个心中 那我这时候要提到这样的一个经济背景跟文化背景 主要的一个意涵在说明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理解到说台湾的一个流行创作的歌谣的时候 它在30年代的时候是完全是一个独立创作的 所谓的独立创作就是说由台湾的作曲家 作词家这样的一个紧密的一个合作 然后一首好歌这样子一首一首的推出来 那到50年代就比较不同了 因为在当年很多人在考量一个唱片的制作成本的时候 他当然因为有很多考量说 我们把日本歌谣拿来听台湾的歌词的时候 它可以免负掉所谓的一个作曲的一个费用 那这样子就会一个新的形态就出现 就是说当年很多的所谓的方向歌谣就开始盛行 其实也不只是房文的故乡 其实当年还有所谓的孤女的艳望 还有可怜的炼花再会吧 这些等等的歌谣其实都是日本的起调 但是我们今天脾开这个所谓的一个起调的观点 来看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这首歌它所呼应的那种白香的一个感情 一变参 一条溃嘴 就是说每个人在小时候那个香也得很多的一个印象 那就给很多出海外去打拼的那些台湾人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它都是充满了泪水在唱的 尤其这首歌还变成了当年很多黑名单的 就是说国民政府禁止它回到台湾来探救自己亲人的 很多的那些海外的一个异议分子 他们所能够成长的一首对他们故乡怀念的一首歌 观众朋友 黄昏的故乡 红昏的故乡 这首歌曲是一首日本曲子 由台湾歌新闻下填词而唱红 当年也是许多日流海外未归的人 喜欢传唱的一首曲子 由于此时感人 因此许多的海外游子就将 红昏的故乡黄昏的故乡这首曲子 当成是台湾歌谣在传唱了 等等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